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陶渊农工电子科张伟勤老师 欢迎收看摩克斯基本电学课程 在这个单元中 老师将要为各位同学讲解 R7充电电路的站态特性 以及说明时间常数这个名词的内涵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 在了解电容器的直流特性后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入 R7充电电路站态的特性说明 如图A所示 老师将电容器串接至一个简单的 R7直流网络中 开关S断开表示目前电路尚未开始运作 当开关S闭合瞬间 直流电源E经由电阻器 开始对电容器充电 由于电容器在刚开始充电瞬间 可以等效成短路状态 所以如图所示 电容器身上有电流流过 但两端的电位差为0 在依据科西核酱电压定理可以知道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就是直流电源E的大小 再由欧姆定律可以推导出 电阻器身上的电流为电阻器两端的电压E除以电阻器本身的电阻值R 从电阻结构可以知道 电阻器身上的电流就是整个电路的电流 Imax 因为电容器短路的关系 所以这时候电路中的电流 我们就以Imax来命名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Imax等于E除以R 当开关SB核瞬间过去之后 电容器就开始进入充电过程 这时电容器身上的电压与电流 均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所以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写为时间函数VC of T 在RC充电电路站态中 因为电流流向的关系 由图中可以看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即性为上阵下阜 在依据科系核付电压定理 可以推导出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亦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所以将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写为时间的函数为VR of T 另外因为电流流向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的即性为左正右负 由于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VR of T随着时间而变化 因此利用欧姆定律来说明电阻器身上的电流状态 当然也会随着时间而不停变化 而依据电路结构可以知道 电阻器身上的电流即为电路中的回路电流 所以这一股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电流 就将它写为时间的函数I of T 经有以上的说明可以知道 电容器在充电的过程中 电路中各处分布的电压与电流 均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接着再看到电路图中的电容器 当电容器内部累积的电荷量 使得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上升至与直流电源一相同的时候 依据客系合复电压定律 可以知道电阻器两端的电位差即为0伏特 若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为0伏特 则依据欧姆定律可以推导出 电阻器身上的电流为0安培 再由电路结构可以知道 整个回路的电流亦为0安培 这时电容器两端有电压却无电流流过 因此在电路中呈现的状态为断路 以上说明为R7充电电路 从开关SB盒一直到电容器充电完毕后 电路中各处电压以及电流的站态特性 接下来的内容 将为各位同学讲解时间长述这个名词的内涵 首先请同学以图中的RC充电电路做假想 在电容量C以及直流电源1固定的情况下 若电阻值越大 则对电容器充电的相对电流就会越小 那么电容器就越难充保 所以这个电路的站态时间就会越长 反过来说在电容量C以及直流电源1固定的情况下 若电阻值R越小 则对电容器充电的相对电流就会越大 电容器就越容易充保 所以这时电路的站态持续时间就会比较短 再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若在直流电源1与电阻值R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因为对电容器充电的相对电流不变 所以若电容量C越大 所以若电容量C越大 若电容器可以储存的电量电荷量比较少 这时电容器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充保 所以整个电路的站态持续时间就会较短 从前面的说明可以知道 电阻值与电容量的大小 均会影响RC电路充电站态时间的长短 所以科学家就取电阻值R与电容量C的成绩 来定义为直流电路站态时间的基准值 称之为时间长数 以代号Tho来表示 单位为秒 这个基准值可以让电路设计者 推算各种不同结构的直流站态电路 它的站态现象会持续多久的时间 了解RC电路中时间长数的内涵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时间长数越大 电路站态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反过来说 当时间长数越小 电路站态持续的时间就越短 在这个单元中 老师跟各位同学讲解了 RC电路电路站态特性 以及时间长数这个名词的内涵 希望各位同学在课余时间 能够多多利用时间复习本单元的内容 谢谢收看